感恩大慈大悲救苦中南观世音菩萨 感恩卢台湛师父慈悲 今天我带我的朋友问她的母亲 王仁 马月鹰 09年去世的 马月鹰 马道公车的马 月 月亮的月 鹰 英明的鹰 你问你的朋友 她的妈妈死的时候很痛苦 对 现在还在地府 没有超脱 还在地府 也没有投胎 她妈妈现在 给我的message 就是给我讲话 就是说她很心疼她 不舍得她 她妈妈最喜欢她 对 小弟 你自己要懂点事情 你要真的孝顺妈妈 好好给妈妈念 小房子 听得懂了吗 要多少张 把你妈妈尽快超度吧 因为 你要是再不把她超度 大概还有半年时间 你们家有个亲戚要生孩子了 她可能会投到她的肚子里去 你想一想 你们家有没有一个亲戚要生孩子 要怀孕了 已经怀孕了 没有 再想想看 远亲不一定近亲的 或者你的朋友当中 圈子当中 跟你关系很好的 你到师父就行 有 有吧 有 大家看见了吗 我跟你们讲 不要不珍惜 一个人不珍惜 一投胎 上辈子 白修 所以我跟你们讲 一定要一时修成 你们如果再想到人间来吃苦 你们再来投胎好了 师父 我跟她是 86张小房子给她妈妈 86张 好 她妈妈说了 她有一个 在房间的 阁楼这个地方 就是一个脚上 供了一个东西 请她 把她请下来 知道吗 知道 鼓掌 好 谢谢大家 厉害吗 妈妈还有话讲了 你把她赶走了 好了好了 算了算了 跟你说啊 好好的给妈妈念啊 现在这些小青年 你们想想看 如果不是台长 这样救他们 你叫他到 去听佛法 他可能吗 你只有这种方法 他马上就念经了 不单单是信佛 而且马上念经 这是最好的妙法 这就是感恩观心菩萨 台长你好 这孩子怎么知道 孝顺妈妈 请讲